母蛙厨鱼喂七月婴 一个鸡婆救了他们 怎么会有妈妈舍得喂七月婴厨鱼 她是真的无路可走了吗 还是有苦难言 在台北就有一个妈妈 日前因为没钱断吹 进到自足餐店捡厨鱼喂孩子吃 被社工发现后 才赶紧转介社福单位协助 她来这边领取物资的时候 经过跟她谈话 然后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念社福 所以敏感到说 这个小孩可能会有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请妈妈 是不是有过话 可以让我们探访一下孩子 刚来到立新的吻文 只要一离开人就会哭 而且一定要趴睡 对她来说 趴着是最安全的姿势 忠心同仁都要轮流抱着她 哄她睡觉 我原来睡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发现没办法呼吸 然后一张开发现 整个人就趴在我脸上 差点没闷死 现在吻文已经交由 社会局安治照顾 我知道那个妈妈的状况的话 通报有关 但会让政府或像我们这样的 政府团明可以介入去 去帮助她们 其实像社工或是政府 其实也不晓得 就是我们社会的角度 有这样的弱势的 或是这样有状况的妈妈 所以的确还蛮需要 大家发挥一些 迷补帮忙 让大家知道说 很有这样的孩子 需要一些帮助 然而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 若不是刘伯军一个鸡婆的疑问 吻文的妈妈可能还在某个餐厅外徘徊 吻文也可能有一餐 没一餐的长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